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生波尹 现在我们在泉州十四城隍庙这边 听说这边有一个卖花生汤的 而且开在菜市场里面 人气非常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走 这花生汤一碗多少钱 早饭我去这边吃 这边吃 这边加个3块 加鸡蛋的4块 加一口也4块 卖这个花生汤多少年了 340年 一百一出生就八百万 你们早餐应该很早 5点 5点 一天能卖几锅 刚才跳回去了 嗯 5点 这芋头咬起来非常沙沙的 然后它这个花生是 外面那个皮有剥掉了 还炖的非常烂的 这汤好像同常炖炖的 好 吃完了 那个花生汤吃完的 给我感觉非常便宜 那一碗3块钱 然后加芋头的话4块钱 加鸡蛋的话4块钱 芋头鸡蛋全部加起来5块钱 就像我们刚才吃那一碗就4块钱 我觉得很实惠的 刚才我们就点两碗一条油条 一根马蹄才11块钱 两个人就一顿丰富的早餐 这花生汤其实在米南这边经常可以看到 不管在厦门啊全州 因为我们这边靠洋海 土地属于砂质 比较适合花生生长嘛 所以说慢慢形成了很多关于花生的美食 就像我们之前在隔壁拍的牙口花生 这个花生嘛 慢慢已经浓露到我们福建生活中 随处可见了 像米南这边结婚啊 生日上啊 经常在汤桌上可以看到花生汤的 它这个花生里面 意义饱满 现真的全州人民渴望 生活美满那种寓意吧 我觉得还不错 蛮值得推荐的 而且它这个吃起来不是很甜 而且是用红糖煮出来的 它那个芋头吃起来很沙沙 应该属于那种冰糖芋吧 而且都炖的灰断蛋 它把花生那个磨油先去掉 然后用蚊口慢慢炖 炖到花生能入口就能化掉 我个人是蛮喜欢吃的 这家店是开在一个菜市场里面 四面红红没有门没有穿的 而且它营业时间还很长 早上5点到下午5点 大家喜欢可以来试一下 那我们这期视频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与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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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